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冻或趋于稳定 11月14号 全球瞩目的中美援手会晤 在巴黎岛举行 习近平希望确立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的交往基点 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拜登作出五步四无异承诺 称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但美国国会重新洗牌 对台海局势或将产生影响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指责拜登政府对抗中国不力 宣称他如果当选众议院议长 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并有可能窜访台湾 一旦成行 必将引发中国强烈反制 最近中美高层互动立即展开 经贸国防成为焦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与美国财长耶伦会面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应约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中美房长在减款大学行会谈 希望加强危机管控 推动两军关系重回正会 一连串的高层会谈 被视为中美关系解冻的最新信号 有分析认为美国试图建立一种 针对中国的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同盟 但其盟友正在寻找中间立场 中国正开创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中国是必须合作的朋友和伙伴 中美关系能否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拜登这个表态本身就是对这种 敌对氛围的一种缓和 别太浪漫 他心里真正琢磨的一条 就是无意同中国发生冲冲对抗 那你真要天真 你真要浪漫也就两年嘛 中美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 都处于ICU状态 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上 现在台海局势 中美相关的仍然存在较大的变数 我们现在不是讲 难来难难的时候 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动 只要说大家都按规则做事 一定就是会得到好的回报 一回一席台PK 元首外交划清红线 能否引领中美爬坡过堪 一虎一席台有话大家谈 开空调除甲权 欢迎收看格力除甲权空调 为您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席台 痴痴地等 我们等了近三年 终于看到了这个画面 中美的元首能够面对面 坐下来 好好的当面坦率地沟通 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见面三分情 是不是三分情让中美之间的关系 本来是非常的寒冬 现在有暖化的可能 有人说经过了这次习拜会 中美之间开始解冻了 真的是如此吗 你看光看到这个镜头 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联想 这个镜头你有哪些联想 跟哪些解读 刘宏你看到这个镜头 马上就联想什么 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你开始乐观了对吧 实际上他们已经是老朋友 我相信的话 面对面沟通比线上沟通 效果要好很多 好 冰妍 你看到这个画面 联想什么 融洽 融洽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双方这种笑容 不是像强制挤出来的 应该是两个老朋友 见面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一种 对于中美关系 或者是对两人关系之间的 一种融洽的认可 智勤兄 您看到的联想是 我觉得后果难料 因为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钩 还有什么坎 希望这两位老朋友 能够携手 像握手这样 能够一块过干过口 殷洪兄 你仔细再看 显然中美双方都希望 双方关系的恶化 不要再进一大步 能够在这一上稳住 但另一方面 双方都没有对对方 做出任何重大 而且我相信是经久的让步 好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 高低 各不同 刚刚是四位中国嘉宾看 我们来看看外国嘉宾怎么看 马上要跳到场外连线 两个外国嘉宾 一个是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 主席陈喜业 另外一个是美国华人联合会 全国理事波士顿大学系统工程系的 副主任王华 首先新加坡现场的 企业兄 当你看到中美元首握手矿的 笑得这么灿烂的时刻 对世界来讲是一个振奋跟鼓舞 你是这么看的吗 义武兄 你说见面就有三分情 我说在国际关系 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所以我们不要一厢情愿 三分情都没有了 对 你不要一厢情愿了 你知道吗 再过两年他又大选了 可是碰到国内的政治压力 就没有三分情了 是只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了 所以我觉得一直后事如何 还且听下回分解 千万不要一厢情愿 好 等一下 王华你在美国的究竟观察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呢 还是对这次这个见面 是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因为毕竟是三年以来 您刚才讲到荣斌之旅 我们这边也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开端 因为不管有任何纷争 这个积极交流 这个保持互相理解的这个渠道 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还是只是个氛围的表达 但我们接下来深层是看 到底谈出了什么 拜当在这次里头 做出了五步四五一 到底新增加了什么呢 这个增加的部分当中 看点是在哪里 刘宏 他讲清楚了 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 一中一台不支持 而且的话在台湾 他知道台湾是我们的一个红线 所以在这个方面 他是非常清晰的表达 我看到的是拜登上台以后 差不多两年时间 事实上他基本上是继承和扩展了 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 包括佩洛西访台 包括芯片领域对中国的打压 塑造出了中美之间这种 敌对的政治氛围 而拜登这个表态 本身就是对这种敌对氛围的一种缓和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表态是两个 一个是无意和中国发生 直接的面对冲突 这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向世界宣告 也是一种表示 和中国竟没有冷战 也没有真正的各种冲突 但是他所做的承诺 过去几年已经做的太多 那么如何看他的实际 还要继续看他的实际行动 你们都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如果看中美高峰会谈 几乎哪一回不重生这里边的多条 甚至重生其中的全部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不要太浪漫 他主要就算多加什么 太浪漫了 每一回都讲 但是到底有多用 我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不寻求通过强化 没有关系反对中国 这就是笑话了 美国就印太联盟 就北约等等 甚至还有最新在马德里峰会旁边的 四国非北约非这个印太成员盟国 这个不是笑话吗 这个无意围堵中国 那么多美国先进武装部队 以及它的核心盟友的部队 摆在那里是干什么的 这个不寻求新冷战 这个国际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看法 但是有相当大部分人 至少认为新冷战 正在其中美国对这个事态 起着责任 我不说主要责任也是第一责任 所以别太浪漫 他心里真正琢磨的一条 就是无意同中国发生冲锋对抗 好 王华你认同这样的观察吗 还是从美国的媒体说 不是其实这是拜登展现 他务实跟善意的一步 今天我们这边就是常常讲的是一个 这边有诺贝尔奖获得奖 叫Thomas Schelling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国家之间的这种国益 特别是这种互相制约的时候 需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你的可信的威慑 就是说如果另外一方采取任何这个行动 都要付出代价 这个一定要明确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也要强调说 你一定要给对方这个非常可信的保证 所以说只要说大家都按规则做事 一定就是会得到这个就是好的回报 所以从拜登政府我们来观察讲 他比较理性地认为说 一定要跟中国政府对接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让所有这个理性的行为 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跟制约 所以从这点讲 我们还是认为是非常积极的 千万不要太浪漫了 你如果注意到Henry Kissinger博士在说到的 如果是围堵中国 你把中国避极了 它是不符合欧洲和美国的利益的 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中国被避极了 跟俄罗斯就靠得更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缓了下来 我说这个是权宜之极啊 除了不浪漫以外 我们不能天真 比如我们有时候看美国的表达太天真了 我们把它的五步 四无意 把前面那个字去掉 那其实是美国的真实意图 五步你把它不去掉 它是想干的 就是要改变中国体制 就是要中国 要台湾独立 就是要搞一中一台 那个结果五意 你把五的去掉 也正是它的目的 现在他们的两党的竞争 在竞争当中 所有一切都暴露着这正式意图 它正式意图是什么 就是反看 反听 美国政治家所周的许诺 把这个不 把这个无趣道 完全地透露出美国想干什么 想达到什么目的 你这讲的是非常严重的 你说它不是五步四无意 它就是五要 然后这个四有意啊 对啊 它就是有意要围堵中国嘛 有意要阻碍中国 对 等一下 潮外嘉宾 我听到可能不知道有不同观察 首先是王华 王华 我们这样的交流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明显地感觉到 就是说中国对美国不信任 这个大家说不要天真等等 这个我们在这边 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 它是大家都认为 这后面有国家利益暗箱操作 的确肯定是有这些 但是它更多的方面 也有透明诚念的东西 法律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这个所谓 对这个阴谋论这些东西的看法 没有这么深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呢 是想从理性的方向来 探讨这个方向 好 我们讲现实一点 你中美之间会冲突 那个关键的敏感点是什么 那条线是什么 军事之间的问题 所以就在这么紧张的关键之下 在习拜会之后没多久 我们却看到了 中美防长两个人 也是却坐下来来谈了 有这个对话代表的是什么 殷红请说 中美两个防长最近的会面 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事态 甚至夸大一点讲 可以说非常积极的事态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并不是中美的 至少多少是 平时交流的恢复 中美两国政府 特别中国政府 还没有正式宣布 中美经济交流恢复 所以总的来说 现在还是中止的状态 至于两位防长见面 这是属于多少另外一个范畴 冰言 我同意石老师的意见 这个只是两国元首见面之后 包括下一集或者次集的一种交流 这是两国元首就在会面中定下的 但是能不能形成常规性的机制 我觉得未来需要观察 不能这么乐观 好 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双方的互动呢 有没有一些的动作 算是这一次的一个突破 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大概明年年初要讨论中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跳到新加坡现场的企业 企业请说 冰凳三扯非一热之寒 你就这次见了面 哪怕防长再见了面 那你真要天真 你真要浪漫 也就两年嘛 对不对 两年过后 这个就是他们有一句话 叫Neja Vu 就是好像这种情境 似乎有经历过了 它又来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种界面 外交辞令 你肯定要辞机集信的 你不给泼冷水啊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智库啊 我们要看清楚 它核心的问题 如果从美国内阁高官 访问北京 或者中国政府高官 访问华盛顿来说 就毫无突破之意 因为从2021年年初 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中美重大的争端问题 有突破 有显著和经济的改善 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相反 从8月10号以来 中美已经三个多月 完全没有在台湾问题形势下 进行军事过招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的局势 这三个月来出现了骤然的 急剧的改善 尽管一定是局部和暂时的 因为双方都高度重视 防止军冲突的问题 所以外交必不可少 但是有些重大成就 不是外交能够实现的 而是国家政策的其他工具 来追求来实现的 但是中美之间关系 要爬坡过坎字 有人说最大的坎字卡在哪里 就会卡在台湾问题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请出另外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PK行列 待会见 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 这个目标 我觉得其实两党是相同的 拜登方面他的语言和实际行动 会有较大的脱钩 如果做到跳完不破的话 那么可以给中国不断地形成压力 就虽然越掏越空 就空壳是很重要 《一虎一席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 《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到底有没有现在是软化的迹象 还是越来越对抗 越来越坚硬 这个部分又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PK行列 北京现场 您在画面看到是军事评论员白孟成 美国华盛顿的现场 是美国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的助理教授孙太一 台湾问题每次就是中美 双方之间很敏感的那一条线 在这一次呢 元首会议当中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拜登能接受吗 孟成 我觉得对于拜登来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 倒不是他自己接不接受 一个是他身后的党派 另外是美国的两党政治里面 会不会有很多人愿意 拿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个打点 或者是作为一个所谓冲突点 来给国内的政治斗争 来制造一些话题 美国华盛的建场的太医情解读 对 我觉得现在台海局 是中美相关的 仍然存在较大的变数 因为一方面 这个拜登方面 他的语言和实际行动 会有较大的脱钩 哪怕美方确实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东一台 假若两岸真的出现摩擦 甚至冲突 美方究竟会怎么操作 可能他现在所表态的这个立场 和他的实际行动 并不一定直接关联 太医 我先打动一下 因为你刚讲了个词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说事实上 现在白宫的发言 他的言行方面会有一定的脱钩 有一种说法 现在你要解读白宫的讲法 是他在这一次当中表现的 很多的台湾问题上的语气 是越来越和缓 但是事实上 他的行动会越来越强硬 认同这样的判断吗 确实是这样 而且我们必须要把美国分开来看 因为就是说白宫怎么样的行动 他一些微小的善意 都很可能被国会的一些鹰派的议员的行为 直接毁掉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 美国政府现在外交政策的制定 是非常混乱和缺乏协调的 也要知道 他之所以这次提出五不四无益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 来自多个盟友 以及伙伴国家的压力 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希望能有一个中美关系稳定的 这样的全球大环境 而美国不断地挑衅的动作 则一直在破坏这样的环境 而且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国务院可能也会有偏差 尤其是共和党 他可能并不一定会按照 拜登政府的这个方针来出牌和行动 我们也知道 麦卡锡接下来很可能会访问台湾 那直接会让中美现在可能出现 容宾的这个迹象再次出现倒车 对 如果麦卡锡在明年年初 他真的到台湾的话 这会不会 他推奏的不是一个春水啊 我再参与去 中美两国行政当局 对此都有经验了 佩洛西访台是一个严重加剧中美紧张 严重挑战中国立场的行为 但是双方没有在他的访问期间 和访问之后 进行直接的精实对抗 精实对峙 我想这个经验 如果麦卡锡去访问的话 同样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界定的 第四次台湾危机 这个问题我还不太同意 石老师的判断 因为佩洛西的访问 咱们严格的意义上讲 我们大陆上还是吃了亏的 如果麦卡锡继续访问台湾 我认为这是再一次测试 中国人的耐心 和中国人的势力 说一句 中国政府在佩洛西访台前夕 没有承诺 除了要严厉反制化 没有承诺具体措施 再说中国没有吃亏 三大警纪被冲过 再也不会成为警纪 一个是飞越台海中线 一个是对台湾形成 这个台湾的主要港口 形成一种类似于 未受挑战的封锁局面 还有导弹穿越台岛 这个上空以及台岛的 被认为是12海里的水域和空域 三大警纪被冲破了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佩洛西不情愿地 不得已地帮了中国的忙 因为警纪被冲破了 但是我认为 这个麦卡锡能不能访问台湾 他还要观察 我不认为麦卡锡会在短期内 很快履行这个业务 因为什么 他跟着这个佩洛西访问 并不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个第一的荣耀 已经让佩洛西拿走了 他在跟着做 实际上他已经属于后来者 所以对他来讲 不一定是得分的事 十分是十分 所以我认为他在后面的举措 一定会比较紧张 我想啊 逐步地掏空一个中国 曖昧的一中一台 对很多的美国的政客 是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 哪怕是英国 欧洲的 国会的那些议长 所以陆续地访问台湾 这个可以形成一个压力 来跟中国讨价还价 所以我说 暧昧的一中一台 逐步地掏空中国 是符合欧美的政客的政治利益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继续在做 如果是共和党 可能演得更没有章法 不照 不按常理出牌 拜登的 他就比较是有组织性的 所以我是对这个一中一台 作为一个棋的话 我是不辞了官的 好 我跳到波正的现场 王华 我知道王华 自己本身跟美国的两党之间 都有近距离的接触 那么你觉得观察 美国两党的议党 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 可预计的未来 他会不断地踩在中国的红线上呢 麦克希如果说1月份做议长的话 实际上共和党的控制的这个众议院 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说 是不跟拜登合作 要给外登使办的 然后在拜登当初人家问到 他说如果共和党的众议院 对他所有的政策进行挑战怎么办 拜登当初也说得很明确 在我手里有一支否决的这支笔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还是继续体现在两党的 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 极端化以后的一种制衡 实际上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佩洛西访台 或者接下来的这个麦卡西可能访台 我们在美国的角度呢 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件事 这就是说美国这个 几个三开三立的一种操作而已 所以如果说过分解读呢 或者你给它更多的这个重量 忙忙把自己 放在福利的一个位置上 我觉得在印太 或者说在具体台海上面 不能够表述为美国 或者说美国的两党 因为制衡的原因 没有统一的路线 两党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今年的美国这些军事预算里面 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的资金 大概占到8% 71亿美元 但是实际上今年3月份 美国太平洋司令戴维森 在下台之前要的钱是多少 46亿 一个军方的高层要46亿 美国物价大楼说再多加一点 加到50.8个亿 最后美国国会给了它71亿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说明美国的两党 也许在国内有矛盾 但是在印太方向 在台海上面去制造事端 进而去扩军备战 或者说是去把中国 托入军备竞赛这个目标 我觉得其实两党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美国的党派政治 发现共和党在对台问题上 很明显地还要比民主党更加强硬 为什么呢 因为从2021年 也就是特朗普离开白宫以后 共和党开始瞄准2024年 制定他们的修正 共和党的接下来的党纲 和他们的议程 事实上麦卡锡已经在2021年3月份 乃至今年的8月份 宣布共和党中期选举的 战略的时候 已经明确地把反华 列入共和党的党纲 我觉得这对于美国的 政党政治来说 是非常地不常见的一种现象 就是把反对一个国家 列入一个党的党纲 把它思想化和体系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麦卡锡 就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 提出战略的时候 对台政策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要回到中美的一些本质 实际上两个国家 对这个战略定位 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麦肯锡如果他要来的话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 不单成一回事 而且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的话 拜登也没有这个权利 去来去告诉 他的所谓的议员议长 有那个访问的一个权利 对吧 所以的话这个实际上 我们如果在这方面 进一步地加戏的话 或者实际上是给我们自己 增加了一个麻烦 不管是共和党总统 还是民主党总统 不管是共和党形成党局 民主党形成党局 20多年来 讲了美国的根本底线 用美国话来表述 就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 未经挑衅的改变基本现状 这个就是红线 这个就是政策 没有什么变 中国国家主席 在美国总统面前提了 2005年反封立法 特别其中迫不得已 对台动武的宣告 这个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台湾问题局势尽管不出迷离 但总的来看还是很清楚的 就是两条中美立场根本对立 和中美双方都尽最大可能 避免武装冲突 我跳到华盛顿现场的台语 拜登这回在台湾问题表态 他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这都是过去 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再对照一下 拜登之前的说法 拜登曾经四度表示 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 将会军事防卫台湾 那么是不是就像很多的 美国智库也讲说 其实白宫也早已经实际上 掏空了一个中国政策了呢 确实是这样 就我觉得美方 他肯定不会放弃打台湾牌 因为美方甚至都不认为 自己是在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他觉得武装台湾 反而能促成地区的和平稳定 因为这样大陆就不会轻易地动武了 所以美方他自始至终都对中方 针对美方挑衅行为的反应 表现出差异 美方觉得其他议员都访台了 去和佩洛西 应该不至于搞这么大的动静吧 再比如他认为武装台湾 就是为了维持现状 因为大陆实力一直在突飞猛进 与台湾拉开距离 那他眼中的现状 就是两岸实力平衡 所以说他是认知上的差异也好 话术上的诡辩也好 这都告诉我们 美国不会放弃打台湾牌 美国可能他打这个一中一台也好 这个驻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好 他会做到挑而不破 他就挑拨一些助力 可是他不让他破 也不会形成这个战争 这个红线 他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都看到了 所以如果做到挑而不破的话 那么可以给中国不断地形成压力 然后在其他的经济上 有一些好处 有了些好处的话 我就少打一点一中一台的 这个曖昧的牌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 对欧美国家来说 是一门好生意的这个窍门 中国外交界 中国政治家 在各种场合强调了 台湾的不可逾越的红线 但是美国一直在做 实际上是我们的面子 我们的理子 都受到了相当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美之间 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一个时间窗口 避免未来的冲突 因为在我的眼中 我认为中美关系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处于ICU状态 英语叫Intensive Care Unit 中美关系非常需要Intensive Care 需要强制的各种的Care 就是照顾 不这样的话会出现大问题 会出现脱钩 会出现失速 会出现对创 所以这个Intensive Care 把中美关系紧紧地约束住 非常有必要 两大国之间要真要发生战争 踩红线绝对不是一个理由 红线可以被踩 甚至可以被踩多次 其实拜登讲这些什么事有 多的呢 奥巴马也讲过 拜登讲过几次 其中有个关键 就是虽然越掏越空 这空壳字很重要 没有这空壳字 台湾就很可能宣布法理独立 没有这空壳字 中国就可能被迫不得不动武 空壳字它被越掏越空 但与此同时 这空壳字本身也很重要 它不敢敲破这空壳字 美国的这个制度 一直都跟政府讲说 一定要给中国留足够的空间 一定要中国成为这个 国际次序的一部分 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 文化地位等等 都决定了这一切 所以从这个意上讲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拜登政府这边的这种 这种理性的这种方式 会对两国的关系有很好的改善不做 当他们露着笑脸的时候 市场也是在微笑 但是到现在一年多了 根本一步都没做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个 就是对华贸易等等方面 一个全盘的一个计划 还没有形成 中美想要尽快结束贸易战 这个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 《一虎一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谈》现场 这次习拜会有一个很文妙的地方 就是做次的安排 可以看到拜登的左膀右臂 有不一样的地方 右边是国务卿布林肯 左边换成的是财长耶伦 有的美国的媒体截图说 你看耶伦他的地位 甚至超过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沙利文 你是这样解读的吗 刘宏 这次他们跟中国的这个会议 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会议 因为耶伦坐在那里的话 因为美国现在主要两大问题 如果从国内来 一个是他的通胀问题 一个是他的外在问题 所以他希望通过 那个两位领导人的聚会的话 使得把经济的问题 能够中国在这方面 给他一个喘息之机 但是中美的这个冲突 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信任是没有 我们怎么样把他所需要的东西 能够怎么样 跟我们其他关系的利益 能够结合起来 耶伦现在在拜登政府中的地位 其实是很特别的 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开始认识到全球化 对他们的危害 开始逆全球化 并且强调供应链安全 事实上是更加地 把自己孤立起来 不参与全球化 但是耶伦应该是拜登政府里面 很少数地支持全球化 支持自由贸易 支持中美贸易 所以我相信拜登带上耶伦 也能体现出拜登愿意在经济 和尤其是宏观经济层面 和中国进行对话的这种意愿 耶伦我不太同意的 耶伦以前是支持对中国脱钩的 他在国会有些会议上讲话 他非常强硬 要求对中国脱钩 把中国企业往外排斥的 所以他们之间的讲话矛盾 对市场的冲击是很大 但是现在作为工作组 作为总统 吩咐的工作组 他们拿出世界行动 跟Contra Partner 进行友好对话 这是好事 应该支持 不要过度解读 还要把另外的可能性放上去 美国财长和美国联邦储备属主席 不断地提高美国的利率 把各国的货币打得很 不管是欧元还是人民币 还是日元还是英镑 打到了多少年来 没有过得低的水平 全要问责的 所以耶伦在这里 有一个可能 就是要向中国解释 与此同时 戴琪去年10月4号 讲过美国要考虑 调整中美的关税往下降 但是到现在一年多了 根本一步都没做 这个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美国现在非常操心的 就是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 再加上这一次美元不断地飙升 其他货币不断地下跌 这个大大增加了复杂性 所以我这句话放在这里 在我们可预见的今后几个月 甚至一年内 中美不会做出 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原因 不会做出显著的降级 已经十年多的关税站的行动 这殷洪兄已经直接大胆预言了 他是非常悲观的 现在中美行长队财长 商务部队贸易代表 两国经济团队最近的对话 真的是接二连三 很平民 不管你是做样子也罢 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头 能不能说至少这样的见面 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之窗 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姿态 也给全球市场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 自从这些会谈进行以后 我们看到股市都发生很大的相当的正面的反应 所以在时候股市都发生积极支持的 也就是露出笑脸 当他们露出笑脸的时候 市场也是在微笑 这是表明一种心态 人们希望双方能够放松 将低调门能够解决有关矛盾 这个不是作秀 双方都想谈谈 但是想谈谈的best intention 跟问题的复杂性障碍的多 和双方要对方做的让步之大 这是两回事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在困惑财长 和美国的贸易代表 其实戴琪说了不少的好话 但是她始终没有落实 为什么 这些市场不像她想的那么糟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 依然还那么茂盛 中美现在贸易已经大了6000亿美元 越脱钩我们贸易预量越大 你越是想跟中国分道扬镳 反而离中国它越来越近 戴琪的观念实际上很简单 她说把这个关税降低 肯定是对美国的经济 就是通货膨胀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她认为这个作用是有限的 她说更重要的是不是说这个 有没有作用的问题 而是说在美国现在对中国的 就是说对华贸易等等方面 一个全盘的一个计划还没有形成 所以那么只是如果说在这个 全盘计划没有形成的情况下 只是对对华关税这一点做一点调整 她认为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所以她更多的是在这个看全盘 确实这个白宫尤其是耶伦 他这些相对对华的温和派 之前都在说至少部分削减 这个对华的关税 但是迟迟没有启动很大原因 也是因为来自拜登政府内部的压力 比方说来自沙利文 以及来自党派或者府院之间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中美想要尽快结束贸易战 这个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 那说到刚才这个耶伦啊 我觉得因为当前削减通胀 仍然是拜登政府的工作的这个重中之重 所以呢他扮演这样的重要的角色 并不意外 但是呢耶伦仍然存在在拜登政府 接下来的洗牌当中出局的可能性 这也可能是他的羡慕之旅 而假如他出局呢 那可能恰恰反映出对华温和派的这个 形单引之 在白宫内部以及国会山缺乏盟友的 这样的现状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上面 那么我们也看到 美国国会现在实际上两党都在谈 是不是不是下降关税 而是关税 是不是再应该往上提 因为我们说在美国国会 它不同的势力有自己的代表 刚才我们讲了 是 确实美国的经济里面 有一些希望中美的经济越来越好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国内有很多的企业认为 如果供应链的重组 会对这些企业的利益 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些企业其实大量的在国会山 是有自己的游说人员的 但是美国实际上政府里头 或者学者智库当中都认为说 肯定这个贸易之间呢 需要有一定的脱钩 因为发生过分依赖任何一方 都会造成对自己所谓的不安全方面 但是大家的希望理性的做法是有限的 而这个脱钩呢 就是说对自己的供应链也好 是有限的脱钩 我曾经有一个判断 说中国最困难的年是第三年 就是今年和明年 为什么 美国用三年时间 第一年是脱钩 第二年是准备他们的钩 第三年它的钩初步建起来 也就是它的供应链起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最困难的是 也就是明年 现在它跟欧洲的钩 已经基本上要成片了 要成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在供应链和产业链的 重新布局 中国要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说不能依赖中国 我们要反过来说 我们再也不能依赖美国 必须要有自己的链 要有自己的市场 要有自己的朋友圈 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 所谓泛泛的脱钩 美国政府无数次强调 主要是两个脱钩 第一 高端技术 特别有战略意义的技术 第二 为了不形成 到一定时候给中国卡脖子 所谓经济抢制 要按照这个不太容易定义的指标 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来所谓重组供应链 就这两个嘛 美国政府怎么可能 欧洲怎么可能 全面地泛泛和中国脱钩 他们从来没有追求过这样的目标 这个问题我觉得 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就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中美在过去这么多年 经贸做成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是以后的话 增量的话呢 我觉得就基本上没有了 第二个的话呢 从经济上的脱钩 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系 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 所以由于这个竞争的关系的话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这个依赖性 它也要从在这个中间一个 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平衡 第三点的话呢 我觉得要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天真 觉得用商业上的利润可以压住 因为现在华尔街经常用这个 国家安全的利益被华盛顿得到打压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可能跟史老师在这个观念上 有点点不一样 我们现在不是讲难来了难来的时候 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动 因为所有的芯片公司 所有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政策 我猜一句 狼不是泛泛的脱钩 狼就是高级的脱钩 按照那个所谓经济强制 来重组供应链 这叫做狼 美国商务部最近几次强调 高端芯片 低端芯片 照样贸易 我觉得高科技领域的脱钩 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其他领域随着疫情的结束 和两国关系的筑底 可能会有所缓和 毕竟我们放眼全世界 没有哪个国家的产业链 像中国那样健全完备的 那比方说这个许多汽车制造商 它现在仍然非常依赖 中国出产的原材料和部件 已经在向拜登政府施压了 就比方说高盛的报告就是说 这个欧美国家到2030年 才有望减少对中国 电动汽车的这个电池的依赖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 电动汽车电池 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 可以说呢 是在电池材料和生产领域 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当然了这个麦卡锡领导的 这个众议院接下来会成立的 这个中国特别委员会 我觉得它可能会出台一些 鼓励美国企业 继续与中国经贸脱钩的政策 当然很大程度上只是鼓励 它不敢强制 大家可能过分地这个估计了 美国政府可以对美国 就是美国这些公司 跟中国做生意方面的这个控制力 实际上美国这个基本的经济操作 它毕竟还是从市场经济这个出发 所以只要中国的市场 给美国这些公司留有足够的空间 它肯定会看见这个利益 看见这个机会会进去 好事实上对于其他的东盟国家来讲 难道是真的准备是看到中美之间 脱钩的趋势吗 我们跳到新加坡现场 截修中美之间的脱钩部分 这个趋势挡得住吗 东南亚 包括在新加坡 我们都做好两手准备 我觉得这个脱钩已经是旗鼓南下了 为什么 你芯片的这个法已经出来了 再下来对其他的科技 人工智慧 对资本市场的限制 生产链线的端裂 是很难避免的 那以其的一厢情愿 或者乐观的说 它不会锻炼 我们不如开始筹备应变 如果它破钩了 形成两个太阳 两个变形的全球化的话 那新加坡要怎么办 东南亚的国家怎么办 我们当然都希望 也就是不显边 只要是符合全球化的 我们都支持 只要是符合区域的安定的 尤其是南海的 我们都支持 新冷战我们都不愿意说 都不愿意承认 但它真的不存在吗 不能把美中关系 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竞争 给上升到意识形态 地缘战略的这种竞争 已经全面铺开了 今天的形势跟过去不一样 并不说今天的形势 比过去更安全 《一虎一席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加拿大《汉密尔顿观察家报》说 拜登政府 予在亚洲进行一场新冷战 中美能够避免 这个所谓的新冷战吗 知情 这个事情就正好说明了 就对美国政府的宣传 你把那个不和它的无意去掉 就是它的真实想法 连美国 连加拿大 他们自己都能看出来 在这个拜登所说的话 言行是不一致的 它实际上 我就想问 新冷战我们都不愿意说 都不愿意承认 但它真的不存在吗 这四五年当中 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吗 没有体制之争吗 而且最近美国 这个国会不是公布了 这个对中国的战斗形势报告 这个报告被誉为 50年代初 都罗斯杜鲁门公布的 对苏联的政策的翻版 它现在公布这个方案 也就证明它实际上 已经在进行一种冷战 而且所采取的措施 和它当年搞垮苏联 措施是一样的 我认为如果和老的冷战相比的话 差别还是比较大 因为老的冷战 两个阵营之间的这种对立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切割 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现在要谈新冷战 它的背景是要考虑到全球化 也就是说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和世界的这种融入和合作态势 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现在看到中美之间 在谈脱钩问题 那是因为中美在过去 经过数十年的这种经贸关系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了 那如果美国想再像美苏时期那样 去拉拢它的阵营 包括拉拢德国西方国家 去在经济上对抗中国 那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当前的状况 肯定会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 毕竟中美之间 还有多管道的互相依赖 而且很多纽带也无法被彻底割断 但是美国这边现在有人说 这个良战 Core War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而且这个战略层面的这种竞争 早就在发生了 我们看到今年针对南太岛国的这种 你来我往的这种外交攻势 它其实背后就是地缘战略的这种竞争 已经全面铺开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去低估 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的 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正在浮现的中美新冷战 跟这个美苏冷战很不一样 但是也不都是这个新冷战 Less Dangerous Day 那个老冷战 中美现在朝鲜半岛 台湾南海东海军备竞赛几个 还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真正出大事呢 而美苏冷战 特别在第二次布林危机之后 那个局面在欧洲是非常稳定的僵持 笨蛋都能操作 再说12年 美苏两国已经签署了实实在在的 军备控制协议和美苏关系基本准则 中美之间这个东西 特别军备控制协议 连影子都没有呢 军备控制对话都没有 更谈不上谈判 所以今天的形势跟过去不一样 并不说今天的形势比过去更安全 不能把美中关系 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竞争 给上升到意识形态 所以美国这边的学者的认为 就是跟政府推荐 然后政府实际上也在 可以讲 因为他们都曾经是政府的官员内部 就是说不要用制度 互相来几点 也不要说是要去做出削弱中国 不要说要向中国输出制度 那么也希望中国方面 不是说认为说是北京模式 或者什么东西更是 要把从这个上面降温 否则的话这种竞争呢 就变成一种非常不健康的 好 谢谢中美的元首互动之外 您可以看到在年底的时候 包括了G20封卫 还有APEC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你看六天行程当中 中韩领导人会晤 中日领导人也是时隔三年的会晤 中澳则是六年来 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在你眼里你所看到的这些 哪一个双边关系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而觉得在短期当内未来 会有所谓的突破性实质的进展 获得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层的双边关系 志勤请讲 我特别希望中德关系能够有所掌揭 因为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 舒尔茨毕竟是 作为欧洲国家西方国家 第一个到中国来访最近三年 特别是今年 他顶着很大的压力 但是毕竟是个破冰者 所以他能够带来这个代表团 加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向欧盟 向美国宣誓 中国市场是重要的 我要支持全球化 我不能跟中国脱钩 经这两条 这个访问值得期待 我对中日关系比较关注 因为我觉得美国这两年 在调整对华战略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关注 美国的盟国是怎么表态 和怎么跟随的 而我发现日本 无论是在军事上 还是在对华科技封锁 还是在介入台湾问题方面 他们应该是跟随美国的脚步 最紧密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美国继续加深 加固它整个在西太平洋地区 包括在对华战略方面的政策的话 日本如果继续跟随下去 那我对中日关系的这种发展前途 还是比较担忧的 我觉得比较关注的是韩国 因为中韩的关系这么多年来 实际上起起伏伏 那么现在我们说 韩国的新任政府 到底会怎么样去选择 跟中国去携手共进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 而且两个国家在工业 在文化 包括在民间交流上面的交流 是很紧密的 那么这种交流怎么样去反作用于 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个我是很希望能够看到的 实际上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中国和澳洲 因为在这个会面之后的话 在台湾要加入CPTPP的问题上面 澳洲是非常有技巧地 把这问题给排斥了 因为中国和澳洲在过去几年的关系 是相当的冰冷 对吧 我估计的话 应该在这个之后 应该中澳的关系 应该有一定的回升 真正的重点只有两个 马克龙 舒尔茨 法德 这位岸田 刚才他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美国最最核心的盟国 尹茨茨不但他上台之后 中韩之间的问题 重大问题增多 而且两国国内的国内舆论 都很不利益改善关系 我觉得有需要守住的关系 和可以争取的关系 就像德法这样的欧洲大国 应该是我们需要守住的关系 因为他们显然并不希望 完全与美国站队 也不希望卷入中美之间的竞争 尤其是德国 它的经济结构 意味着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是非常核心的 那么在这一次多边外交当中 我觉得同意刚才这个老师讲的 这个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应该是 和澳大利亚关系的这种突破 也包括和日本 因为中方对美方拉起的 地区小团体不应该完全排斥 而应该和这些小团体的成员 逐个去接触 哪怕他们是四方对话机制 这个quad的成员 我觉得都可以争取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外交 应该来说是非常亮眼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的这个多边这个外交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自己要先要把自己的邻居 这关系都搞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包括这个日本跟韩国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 就在中国的周边 那么这个要造成 就是所谓远亲近邻 对就是说邻居要搞好 那么从两一点来讲 欧盟一直是这个 美中关系当中 或者整个多边关系当中 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 如果你看好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 还会更上一层楼的 在科技的进步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可预测的一个领导 你如果现在跟他翻脸 现在不跟他和好 你未来的五年十年 如果真的中国能够再继续的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那你不就吃亏了吗 所以从东南亚一直到欧洲 你可以看得到德国 法国 包括英国这些领导人 他的说话跟中国的交往 好像客气多了 所以我说呢 政策的延续性 这对中国在面对外国的关系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 谢谢所有嘉宾 参加今天的一虎集谈 对我个人来讲 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让我天真一次 就让我浪漫一次吧 我的天真跟浪漫 来自于这个画面 你看 中美未来的两年 我的预测是什么 微笑型 是为什么要微笑呢 因为你可以想想 在2022年的年末 如果没有出现这一次的习拜会 这个世界会是如何 我觉得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讲出了很多国家的心情 如果没有这场 他说将是忐忑不安 联合国的高官也说 还好至少有这场 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实质 至少给人带来了 这个双方的微笑 就是那么一个希望 重点是 就像现在的世界杯足球赛一样 红线进去在这里 谁越位 谁在敏感的话题上打假球 踢假球 全世界睁大眼睛看 因为国际政治 国际现实 以及国际正义 就是最好的裁判 感谢格力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下周见 谢谢 接下来两年中美关系是什么 是L型 W型 还是M型 还是什么 中美关系未来两年我认为是L型 还要下降 然后再发展平行 中美关系 未来只能是第一位下行背景下的 期望稳定的一种状态 下行 但是不应该是一个直线 应该一个斜线下行 其实就像心跳一样 它一定地不断地会在波动 今后中美关系的线条是波动中的下行 我觉得是一个W 这个习败会 起到了阻止关系下滑的作用 我认为是以后的形式会逐渐唱